疫情爆發超過半年 這群醫護人員有多久 美和家人團聚 只能透過視訊來化解思念 在高壓輪班的情況下 醫護人員幾乎以醫院宿舍為家 儘管防護完善 還是身處在高風險環境 因為疫情爆發超過半年 我們有所謂的疫情爆發 但並不代表我們能夠瘋狂的事情 我們能夠瘋狂的事情 我們身為醫護人員 尤其是醫護人員在醫療 我們經常發射 尤其是醫護人員 有所謂的疾病 我們身為醫護人員 面對變化多端的疫情 是一份使命感 讓他們願意 盡守崗位默默付出 在世界上 我們需要改變 我們必須改變 可能不一樣 像之前疫情 但我們必須承認 我們必須承認 我們必須回到正常的情況 但我們必須改變 我們必須承認 我們必須承認 我們必須承認